台湾人非常爱喝茶 但是你有听过酵素气泡乌龙茶吗 这个喝起来会是什么味道呢 接下来梅君要带我们去一家餐厅 在这里你可以喝到酵素茶饮 而且还可以吃到各式各样的养生餐点 平常我们知道酵素都是直接拿来喝 拿来做保健 不过呢 这边有一家很特别的餐厅 他们有这个酵素入菜 没听过吧 而且呢 他们这个酵素专门呢 是从这个德国再哄回台湾的 到底多厉害呢 我们赶快去一探究竟 走 欧米德国的全养肢酵素 现在哄到台湾 店内风格十分简约 常上童趣的黑板画 格外吸引店内客人的目光 而这里的餐点 可要上桌吃了才知道啊 今天呢 我们要跟我们 鼎鼎大名的酵素阿嬷 林格凡老师一起做试吃 梅金好 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看到这边有两个这个酵料 是要搭配我们的沙拉吗 是 一个芝麻是经过花芽 哦 酵素芝麻口味的酵料 红色的是里面有梅类 现在我们台湾人切法酵素 是因为我们不吃生的东西 那生的东西因为它比较寒性 那加上芝麻因为它会气寒 还有一些胺基酸都在里面 哇 吃起来很清爽耶 不会像外面那种沙拉浆 会给人家很油腻的感觉 甜味也很顺耶 哇 这个我好喜欢哦 然后接下来呢 也是这边的重点 这边的重点就是你们的酵素茶 对不对 是 我们不加糖 还有它里面的那个珍珠啊 也是我们自己做的 我们称它叫五宝珍珠 哇 五颜六色的 红的是火龙果 啊 绿色是蔬菜 环色是用那个红萝卜啦 或者是用南瓜 那我们希望把我们的酵素结合 吃到能健康 有生机养殖的概念这样 嗯 嗯 好好喝哦 蛋中油味是不是 有有有 然后那个珍珠也好Q耶 对 我们有做研究 比如说粒草它本来就有 那个鹅茶素 鹅茶素 它的抗氧化 比如说它有300 那酵素呢 比较高 比如说它有600 那它们两个结合在一起 变成乘以三杯 因为酵素会把我们所吃的 比如说蛋白质啦 我们蛋白质一定要有酵素进去 它会把它分解 转换成能量 小分子给我们细胞食 哦 所以呢 像我们年轻人呢 对这种养生概念可能比较不理解 但是你来这边呢 你不会觉得 我好像只是在喝养生的东西 那些都是老人才会去做这种东西 不会耶 你来这边 因为还有气泡 我就觉得我感觉我 虽然年纪到了65岁 人家叫我酵素 没有 我已经做了这个茶饮 我变了年轻人 哇 所以呢 如果想要像老师一样 哇 六十几岁的酵素阿嬷 这样子肥泡泡又迷迷 脸再发光的话 记得要多喝酵素哦 来到这边呢 你就可以吃到有这种 酵素的沾酱的 这个新鲜的沙拉 还有很好喝的这种饮料 取代你不健康的手洋饮料哦 今天谢谢我们林哥凡老师 谢谢你 谢谢 好好喝哦 一家用料太好 好多替他们担心 成本会亏钱的店家 无论是酵素气泡茶 酵素沾酱 或是各式养生餐点 都是超水准规格 健康又美味 这样的CP值 真的是佛心了 你有没有觉得身边吃素的人 开始变多了呢 其实啊 素食现在是餐桌上 健康饮食的新选择 如果你还在觉得吃素 是一件落伍的事情 哇 你真的太老派了 赶快跟我们一起走向 快乐的食素之路吧 蔬果生活制 告诉您蔬食大小事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